各位好友,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我是家军 今天是8月26号 昨天我们看到蔡霞教授发推 她说,努力寻求和平推进中国政治转型之路 各位推友好,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些问题 我十多年来,所有的思考与努力都只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寻找中国政治和平转型之路 下面贴出的两段文字算是我的开场白吧 那么这两段文字,我昨天已经制作节目给各位好友分享 那个题目就叫做 蔡霞即将推出系列政论,敬请期待 蔡教授说 我将陆续推出我的思考心得 与推友们共同探讨 我的第一篇短文的标题是 党主立宪此路不通 那么今天,也就是8月26号 蔡霞教授推出了她的第一篇政论 党主立宪此路不通 蔡教授说 这篇文字是我2008年15天的西班牙学习访问的收获之一 西班牙政治转型之中 胡安卡洛斯国王一共有15分钟的一个讲话 这一席话就化解了当时的军人政权的危机 她提到国王为什么能够做到呢 由此严肃思考 在政治转型中 为什么君主立宪可行 而党主立宪行不通 下面的文字是我那时候获得的初浅认识 题目就叫党主立宪此路不通 2008年我去西班牙学习考察半月 从西班牙政治转型中 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 这涉及到是否有可能仿效君主立宪 在中国大陆通过党主立宪 来实现中国民主政治转型 我的看法是党主立宪此路不通 2013年左右 某某某与我就党主立宪问题发生过争议 后来我们私下交换了意见 他的意见我至今不能认同 我的意见我估计他也不会认同 诚然我们都希望中国彻底改变 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治体制 实现宪政民主 关键是怎么走 才不是仅仅凭个人良好的主观愿望 而是顺应历史的大势 所以某某某说党主立宪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党主立宪 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 第一 政党是世俗社会的一个部分 政党只是社会一部分人群的代表 他不可能成为超越不同社会人群的 全民族的代表 这就和日本天皇 英国女王 西班牙国王 胡安 卡洛斯 他们不一样 因为他们经过几百年 乃至上千年历史与文化的沉淀 全社会已经认同了 这个家族是这个民族的人格代表 因此在这些国家中 国王与宗教一样 已经成为一种超越 世俗政治的结构性力量 这种超越了世俗社会 政治纷争 而又在民族文化心理上 被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认同 并且具有相当信服力的结构性力量 能够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中 发挥凝聚社会各方 协调政治纷争 促成沟通妥协的作用 这种超越世俗社会 政治纷争的人格代表 也成为承载民族维化 凝聚民族情感的人格代表 全社会都能认同和接受 而中国共产党 远不是中国社会中 超越现实政治的一个力量 因此它不具备君主立宪中的 超越世俗性 能够被中华民族 全民族所认同 所接受的权威性力量 第二 在现代政治意义上 讨论中国政治转型问题 必须明确的一个前提 就是国家权力是谁的 是人民的 国家中的重大问题 需要社会各个阶层 各个部分来共同的商量 因此在政治转型的 立宪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天然的 居高临下的特殊地位 当然如果习近平读 就会读到什么 特出地位 特别出 特别大老出 特别像一个初中生 一个不忘初心的初中生 蔡教授说 中共党更不可能 想当然的 以为自己占据主导地位 将中共党的意志 强加给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 而只能通过体制内外的平等沟通 合作与交流 来促成政治转型 就中国社会而言 如果希望能够和平的推进中国 政治转型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流血 杀戮的话 只能是通过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 平等真诚的沟通 合作与交流来促成 来完成 那么这种平等沟通的 合作交流 就需要有一个政治平台 这个平台只能是宪法 需要有一部被各种政治力量 都认可都接受的具有至高权威的宪法 各种政治力量都要能够承诺 并切实做到在宪法平台上 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谈判 进行博弈 进行协商 进行剖协 因而实际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 需要立宪 需要改宪 需要一部至上权威的宪法 也就是说 中共国现行的宪法 不合法 根本就不是宪法 但是这种意线 这种改宪 不可以操控在任何一个党派 任何一个社会力量的手中 只能是通过全民讨论 全民公爵 来认可宪法 确认宪法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就此 中共2018年的修宪 绝不合法 绝不合宪 相反 这种修宪 本身就是对 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宪法精神的 肆意歪曲 2018年的中共修宪 本身就是一场 以一人之师 借一党之名 行绑架全民族之师的 闹剧 丑剧 2018年 中共的修宪 已经表明 党主立宪 何其荒谬 此路不通 绝不可行 感谢蔡霞教授的雄文 政论第一篇 党主立宪 此路不通 我们期待着 盼望着 蔡霞教授 后续的一系列 政论雄文 我将及时的给各位好友 分享 蔡霞教授的系列政论 感谢各位好友的观看 感恩你的转推 再见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